最近不是有個什麼本本的很紅嗎? 其實他做過酒店 所以呢 做酒店怎麼了嗎?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本本 今天比較特別 而且是我們臨時才決定要拍這支影片的 就在我昨天工作結束之後 有粉絲傳給我這張截圖 最近不是有個本本蠻紅的嗎? 其實他以前做過酒店 我覺得這職業並沒有怎麼樣啊 怎麼了嗎? 我其實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要發這一篇文章 意義到底在哪裡 所以說你這篇文章 是在貶低做酒店的人嗎? 難道你不知道 做酒店的人 可能心理素質都比你還健全 甚至比你成熟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留言 第一個留言是 不意外 你會用匿名在這邊評論別人 我也不意外 第二個也是說 不意外 有沒有Jazz 那袁Paul就回應他說 不好說 而且還用這個表情 來加強你的語氣 好像 寶寶知道但寶寶不說 你回不好說的意思是什麼?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啊 你明明什麼都不知道 還硬要在那邊帶風向 再來下面也掺雜了一些留言 就是說 講這個幹嘛? 你的目的在哪裡? 這跟人家當YT有什麼關係嗎? 當然沒有關係 當你稍微串出頭的時候 就會有一窩蜂的蒼蠅 期待著你從高處 重重的摔下來 我真的不懂這到底是什麼心態 我自己認為我是別人的十分之一都補到的 那我也還在努力 如果你們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心態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歡迎理性討論 再來是台北市立大學的匿名男說 不意外啊 我看他就是這個數字 所以你書讀的這麼多 然後每天在匿名版上評論別人 你的數字就很高嗎? 下一個留言 有偷有搶還是用你的錢嗎? 說話要有證據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有沒有證據的問題了 是今天人家要做什麼職業 到底 干你什麼事 他有妨礙到你嗎? 你可以把這些研究仇恨論言的時間拿去 想著要怎麼陪家人 怎麼浪假也過得快樂啊 那不然至少你也想著怎麼精進自己 不論是事業或是身心嘛 當你沉浸在這個網路上的 匿名世界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成為更好的人了 難道你除了喝咖啡聊是非 沒有別的興趣了嗎? 然後圓PO在底下補了一句 信不信有你 讚 你以為你在灌淡水喔? 你像臭小屁 你以為讚你老路 人家比讚又沒有錯 你幹嘛罵人家嘛 而且老路也沒怎樣啊 再來治理科技大學的匿名男說 臉這麼臭 還有人點喔 我天真的臉就長這樣 不然 你想怎麼樣? 你放到那邊來看看 不是每個人都想讓別人看到他的樣子啊 所以他才在匿名板上啊 不然怎麼匿 再來 府人大學的匿名男說 有些人特別喜歡這樣子 臉那麼臭 淋巴花多一點錢 你還不是要脫 特別爽 可惜我現在才知道 幹 這篇文章是說 2016的時候我在做酒店 那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的故事 2015整年的時候 我都在當夜店公關 那因為2016的時候 上了大學 所以我就把公關的工作辭掉 那我就跑去念基隆的大學 然後在基隆住了快兩年 在學校旁邊的酒吧 打工 這段日子呢 我也在之前的影片提過 就是我交了渣男前男友 然後這兩年都跟他待在同一個酒吧打工 賺來的錢錢都被他拿去半套 在基隆跟渣男前男友的這段日子過去之後呢 2017 我回到了三峽 這支影片有提到 就是2017的時候我已經回到三峽 一回來就是找我的閨蜜攝影師小喵 我們有將近兩年的時間沒有聯絡 就是因為我都在基隆上班上課 那一回來就是找小喵說我要接外拍的工作 所以呢 小喵他就把我推向這個外拍圈的火坑 之後呢就是早上 中午 晚上 全都在接外拍的工作 那之後我接觸了17直播 然後17裡面的人就幫我們規劃了中二少女 所以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徐 一起 組了中二少女這個團 那組完之後呢 就莫名其妙進了一個地方 經歷了一番坡著之後 變成了現在的我 喔對了我曾經在接外拍的這段期間 被很奇怪的攝影師罵過 他說為什麼 花錢拍你你都不脫不漏 那這樣沒有人要拍你啊 然後那個奇怪的攝影師就一直私訊我說 你不會成功 你快點脫 你快點漏 你看那個誰誰誰 每天都拍內衣 很多人要拍他很成功啊 你這樣不會成功 但現在有沒有很成功 可是我很成功啊 靠雅 再來呢 我本來的名字就叫做千本 從我高中時期 到了外拍 到了酒吧 到了夜店 到了中二少女 到了前公司 全部都是千本這個名字 是之後我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本本的 至於為什麼一開始會叫做千本 之後又把千本改成本本 新觀眾想知道的話可以看這一支影片 裡面都有解釋到 之前DK有一個文章 寫說八家九妹的一生 裡面大概是在說國中生就化濃妝 然後什麼穿假腳脫幹嘛的 然後出來之後就做酒店 之後再被回收 因為我之前有開箱一個國中生的黑歷史照片 然後我的照片看起來非常的像壞學生 但其實我一支警告都沒有被記過 我也沒有翹過課也沒有抽過眼 但就因為照片看起來很壞 所以就有一個人在底下留言說 八家九的成功案例是江宥真本本 然後那時候我又可能比較有話題性 大家就為了洗點閱率 把我變成封面 然後說什麼我被起底 這件事情我也沒有跟各位網友計較 然後大家現在可能就會在 邀請我的廠商之類的活動下面留言說 幹嘛找洗白妹來啊什麼的 我看到這些我都沒有跟你們計較 那因為這一次呢 是針對性的 我覺得也蠻過分的 就是已經直接篡改我的人生了 人 贏在格調 輸在計較 我 不會跟你計較 但是我的律師 不知道有沒有那個格調 啊對 他們有那個格調 大家不要以為D卡是匿名版 就可以在上面為所欲為 你們知道為什麼 升起一個D卡的帳號 需要這麼多的程序 甚至需要把自己的身份證照片 上傳到上面嗎 因為 就是用在這個時候 就算你刪掉 也沒有用 做酒店並不可恥 到底大家為什麼要把做酒店這三個字 不斷的妖魔化呢 也別老是用不偷不搶 看起來就是這種數字 來暗喻別人 或者是貶低人家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酒店的 就像是花瓶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資格當花瓶的 人家要做什麼是人家的事 管好自己就好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在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 背後總是背負著沉重的壓力 很多人在裡面 沒有迷思自我 價值觀也沒有偏差 甚至變得更好 雖然也有人是自願的 就像是我家不缺錢 我也不缺錢 但是我就覺得我非常適合做酒店 所以我就去了 但是那是人家的自由啊 每個職業都有他困難 辛酸的地方 你批評他 就像是媽媽告訴小孩要好好讀書 不然長大會像那個工人一樣 你以為你住的房子是誰蓋的 你走的路是誰鋪的 那些在網路上批評別人的人 並不會顯得你比較高尚 那我知道很多人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一定還會很想繼續嘴 那你就繼續展現 你的地鼠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不要看了不訂閱喔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就 當你沒說過 Let's do it 我跟你講 一定很多人看完這支影片 一定會在下面繼續的 致命清高 啊我怎樣怎樣 我還是沒有去做酒店啊 就自己要做 講那麼多廢話幹嘛 還幫你屁事嗎 到底幫你屁事啊 好痛喔 OK